現在我們要示範鋁線 還有珍珠 珍珠還有水晶角珠 做的一個配件 首先鋁線在取10公分的鋁線 在中間的地方以尖嘴前往外折90度 在圓柱前工具在摺角處的那一面 大約1公分的地方往內折 折到這個原來1990度的地方 交叉的地方 然後呢 尖嘴前夾住圈 再將尖嘴前夾住那個地方 再將其中的一條線繞交叉出兩圈 兩圈了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呢 再兩條線分別的加入珠子 左手左線來講先加珍珠 再加一顆角珠 這是左線 那另外一條線呢 因為剛才我們是先加珍珠 那這條線就先加角珠 再加入一顆珍珠 然後將兩條線抓到中心點的位置 然後再做一個交叉的動作 旋轉 旋轉 一圈就可以了 好 頂多兩圈 好 好 將這個兩條線都拉開來 呈現90度 長的這一條線 在圓柱前工具 折回來至交叉點 然後 然後夾這個 一樣夾住這個圓的地方 然後呢 這條線一樣 讓這個交叉處 二至三圈 好 可以 接下來呢 剩下的線 我們可以直接剪掉 或者是做螺旋 那我今天要來做螺旋 先將這個捲回來 然後呢 再 再 那才是我們做前工具 那接下來 因為我們是要轉平的 我們把這個交叉的這個 內端的這個地方 起點的那個線 前條一點點 它會比較軟 像這樣子 我們將 我們用尖軟型 將這個旋線 稍微慢慢的 軟去 讓這個 軟心 我們內靠 很遠 就變成一個溜血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適到的位置 去遮一下 我們這個比較 我們不喜歡的 比較醜的地方 那另外這條呢 也可以做在背面一樣的方式 也是一樣的 弧度形 小心微軟一下 然後將前端的 那個 比較軟 面小的 這個 那個地方 直 好 然後再以這個 軟出去 上面的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 這樣 尖軟器 慢慢的轉 然後 轉 或許 Maybe I'm trying to get fre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